过年了,给大家先拜个年 我们这几节课说的比较快 那么这个稍微再停队一下 这个掐指的手,我们通常应该是用左手 习以为常 那么左手主这些神奇 凡是羊的,都是用左手 当然了,要讲究说熊士用右手 没有必要那么纠结 但是还是有个通常的 就是说男的左女右 这些说法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指觉可以用在各个地方 只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常用 简单的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二次节气 也可以用在这个里面 能用三的就不用四 不够就用四 那这个就是当算盘的这个珠子用 那么你比如说二十四节气 你看前面说了这个十二地支 那二十四节气就可以平分到这个里面 春雨,精春,清古天,下满,王夏,树相连 这个就是一一对应的 它相对的位置,你只要给它对好了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说了小六刃 天刚一掌绝 还有这个大墨一掌经 实际上你看这个星座也提到了 这个跟节气它应该是一一对应的 每一年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因为我们抬头一片天 同一片天不分中西 然后除非这个抖转星移 但是只是位置换了 这个里,这个点还是那么多个 看咱们等分了 那么除了这个我们最基础的 老百姓常用的 十二地支也是十二生肖 对吧,子是从这儿 子瞅淫毛 我们这些指诀 在这个修行 修炼的时候 也会常用的 这个,你看这个道家 子五诀 就是一个手 大墨掐到子 这个掐到五 这样一合报 就成了一个太极形 那么这个就叫 福音报仰 当然了 还有掐别的地方 这个劳工学 也代表太极终点 对不对 那这个就 两个劳工 这个也叫 大太极觉 反正很多的直觉 它会做出来不一样的 不要看小小的这个动作 人体各个部位都是 它都是 通全身的 你像中医也是 讲的这个理 那西医就不是 这一块 那一块 它们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机械的 零件构成 那是非常的 low的 小学生的问题 那我们 大家还想学什么 也可以跟我提 这个之前说的这个小六刃 也叫马前科 就是所谓马前 就是打仗的时候 很着急嘛 马上上马 就要上战场 那披上战袍 在这之前 掐着一算 那么就是 最简单 硬的这个急凶 大事 一看非常不好 那么就要特别注意 在这方面 在这方面注意 那 这个 六刃呢 我们后面 看看能不能讲 这个 中六刃和大六刃 进口诀 因为这个 这个大的课 我们 都放在后面 在这也没收费 就是大家 这个 人人会算卦 也是曾师强老师 我恩师 希望 做到的 其实历史上 有些朝代 人们真的 连农民都会做师 都会 七月留活 九月受益 都懂这个天效 沾算 人人都不只是姓 都会个一二